美国时间6号中华队在小马联盟野马级世界少棒冠军赛 不负众望以15比0的夹击 击败同样三连胜晋级的墨西哥队赢得世界冠军 担任先发投手的宋伯瀚 和日籍二刀流球星大谷祥平一样 是右头左打伸手不凡 在投手球威风八面独撑四局三阵对手六个人 同时击出三只安打打击率超过五成表现亮眼 也在赛后的颁奖典礼获得最佳打击的殊荣 就品尝心 然后直球变化球把它丢来边边久久 希望国中可以再拼一次 中华队一共集出14只安打 一轮下来打了13人冠境9分奠定胜机 安打数最多的赖家锋表示自己把握每次出击的机会 并且谨记教练的叮咛 这样叫我们打直球 他说投手冰花球都不错不要被吊到 每一场比赛如果安打不连贯 如果要没有专心的话 那随时我们都可能会输球 所以一直提醒小朋友 要把精神放在比赛当中 专注力要把它展现出来 中华队漂亮风亡 做洛杉矶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助长朱文祥 转达总统蔡英文的贺点 以中正国校为班底的中华队 已经为台湾夺下两座冠军杯 校长吴宣明期许明年能挑战三冠王 三攀 感谢观看